在探讨全球最昂贵的军事装备时,人们常常会想到那些耗资巨大的战机与航母。 有人说是因为F-22战斗机的高昂造架让美国不得不中断其生产,也有人提到俄罗斯的航母因为高昂的维护费用而逐渐失去了战斗力。 但是,这些说法是否属实? 到底哪一款军备既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显著的效果,又有哪些装备虽然投入巨资却效果不佳呢? 首先,让我们来关注一种禁防炮系统,中国的1130型禁防炮。 这款禁防炮拥有11根30毫米炮管,配备两个弹仓及三种射速,其火力之强大,每分钟能够射出上万颗炮弹,每秒钟更是高达166发。 然而,这款禁防炮最为昂贵的部分在于其使用的炮弹,每颗无心穿甲弹的价格至少在千元以上。 因此,一旦投入实战,其消耗的资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 尽管成本高昂,但1130型禁防炮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极为出色,不仅能有效拦截敌方战机和导弹,还能对敌舰造成重创。 接下来,让我们聚焦于美国的F-22战斗机,这款战机不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隐身战斗机,也是价格最高的之一。 每架F-22的采购成本高达1.5亿美元,而制造成本更是高达3.35亿美元。 在战场上,即便不发射任何导弹,一小时的飞行就需要40万美元的费用,更不用说维护其隐身涂层的额外开销了。 例如,当12架F-22执行前往叙利亚的任务时,仅隐身涂层的维修就耗资6100万美元。 虽然F-22战斗力强大,但由于成本过高,美国最终还是停止了其生产。 通过这两个例子,我们可以看到,军事装备的制造和维护成本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。 一款装备是否烧钱并不完全决定其实用价值,真正关键在于其在战场上的表现与成本效益的平衡。 仅制造不足200架的下一个焦点是比尔轰炸机,美国引以为傲的隐身战略轰炸机,它在90年代初期的造价就达惊人的22亿美元。 想象一下,这个数字在当时甚至超过了60吨黄金的市值。 但比尔的耗资巨大不仅仅在于其天价造成,其每飞行一小时的成本更是高达百万美元。 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,莫过于其使用的隐身涂料,这种高科技材料能够像黑洞一般吸收雷达波,显著减少雷达反射面积。 然而,这种隐身涂料的昂贵程度也是前所未有,没给比尔轰炸机重新一次涂装,就要花费至少7000万美元。 更不用说,每次执行任务回来后都需要重新附图隐身涂层,若机身结构损坏,修复费用更是高的离谱。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,被誉为美国建造的最先进且致命的万吨级驱逐舰。 其外形独特,且具有潜艇般的隐身特性,然而美国只建造了三艘,原因不外乎是其耗资巨大。 这款驱逐舰的造价高达85亿美元,三艘合计超过250亿美元, 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两艘福特级航母的成本。 更令人吃惊的是,它使用的火炮单发弹药成本高达80万美元,三发就能买下一辆主战坦克。 这样的武器系统,一旦进入战场,几分钟内的开销就能达到一架F-16战斗机的价值。 最后,我们来看看最烧钱的两栖登陆舰及美军线装备的美国级。 被誉为海上的小巨人,两栖登陆舰几乎集成了航母的所有精华,除了体积上的差异。 这艘雄伟的舰艇,长达257.3米,宽32.3米,拥有4.5万吨的庞大排水量,其最高航速可达20节,持续航行能力达45天之久。 其飞行甲板之广阔,足以容纳20架战斗机,其中步伐美军的尖端战机F-35。 这样的配置,让它的战斗力甚至超越了某些国家的航母,成为海上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。 然而,这样的强大背后也代表着巨额的投资,整艘舰艇的建造成本高达30亿美元。 相比之下,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的总投资额也仅仅40亿美元左右。 尽管代价高昂,但鉴于其超凡的性能,这艘两栖灯路舰无疑物有所值。 接下来,让我们转向陆地上的钢铁巨兽,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,这款被誉为世界上最尖端的第四代主战坦克,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尖端科技闻名实践。 它配备了先进的数据链传输系统,能够实时显示编对那个坦克的装甲损伤情况。 此外,它还搭载了自主研发的120毫米大炮和弹药系统, 并配备了北约中极为珍贵的自动装弹机,这些都使其在战场上的表现无处其右。 然而,先进的技术也意味着高昂的成本,仅造价一项,勒克莱尔坦克的价格就超过了上千万美元,加上日后的维护费用,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钱吞噬者。 考虑到战场上坦克的高消耗率,除了本国和少数财富雄厚的国家,如沙特,其他国家几乎难以承担如此昂贵的维护成本。 请教练感hã,请教练感动。